11月12日 林心如在社交网站发了一张与友人聚会的照片 并配文 岁月带走的只是数字 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 我真的变成自己最受不了的那种人了 妈妈精 爸爸精 照片可见 林心如与五名友人身处一家小餐馆 但不见丈夫霍建华的身影 看来林心如虽然当了妈 但仍没有疏远曾经的朋友圈 当年她拍偶像剧《16个夏天》时 和徐伟宁、谢嘉健、周承恩结为五人帮 多年来也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之前林心如怀孕 四位闺蜜还特地为她举办了一个产前派对 当时徐伟宁更不小心泄露了心如肚中的宝宝是女孩 当然林心如现在的重心还是在家庭 尤其是女儿身上 工作结束后 她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中陪孩子 还会带上女儿跟高中同学一起去交游 与普通的家庭主妇无异 偶尔林心如也会抽出时间 与霍建华来个二人世界 早前两人就被拍到在日本旅游 虽然林心如嘴上说 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但这应该是甜蜜的抱怨吧 现在的她正处于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